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唐人加拿大新闻 2021联邦大选特别报道 我是主持人Gary 智库报告 中共干预加国2021年大选 加拿大通货膨胀率创18年新高 最新民调 保守党与自由党依然将持不下 受疫情影响 数千加拿大人或无法投票 现在离选举只剩下了4天 各党领袖的竞选活动也进入了冲刺阶段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新动态 9月15日 自由党领袖特鲁多在新斯科社省的哈里法克斯 新布伦瑞克省的佛雷德·瑞克顿 和魁北克的朗基尔 特鲁多说 现在需要结束病毒疫情 每个人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在魁北克省的 塞格奈和奥福德 他再次承诺将加拿大卫生拨款的年增长率 提高到6% 育儿税收优惠也将立即颁布 前总理马尔罗尼参加了奥图尔的竞选活动 他提到了弗雷泽研究所最新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 该报告说 由于更高的税收和更多的监管 加拿大的经济自由度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4位 在安省的伦敦 汉密尔顿 布兰普顿和威兰 新民主党领袖藏缅诚 说他将让亿万富翁支付他们的公平税额 为他的计划寄资金 人民党领袖伯尼尔在安大略省的几个集会中 呼吁结束疫苗护照政策 并表示支持选择自由 奎人政团领袖布兰切特 在魁北克省的查托盖朗基尔和蒙特利尔 绿党领袖保罗 在安大略省的基奇纳和多伦多 继续竞选活动 据路透社报道 受价格广泛上涨的趋势推动 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年来的最高点 加拿大统计局说 8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了4.1% 这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并促使特鲁多的主要竞争对手 对不断加重的生活负担进行抨击 高涨的汽油价格 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 以及家具、电器和汽车等商品价格的上升 推动了通货膨胀率不断升高 周三 特鲁多在哈里法克斯说 是病毒疫情扰乱了经济 提高了价格 自由党的计划将帮助家庭解决负担能力 同一天 奥图尔表示 在特鲁多先生的领导下 发生了一场生活成本危机 保守党将通过促进电信商的竞争 结束杂货连锁店的价格垄断 以及取消12月份小型零售商的消费税 来抑制通货膨胀 新民主党领袖藏缅成发表声明说 特鲁多的住房计划总是为大开发商服务 而不是为那些想真正能负担得起的人服务 沃泰华智库麦克当纳老里亚研究所 本周发表了一份题为 中共干预加拿大2021年大选的报告 该报告指出 中共似乎正在影响保守党领袖奥图尔 和一些候选人的可信度 9月9日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威胁说 如果奥图尔的保守党获胜 并实行抵制中共的政策 中国将以强烈的反击作为回报 而加拿大将是受害的一方 该报告认为 这显然是在影响加拿大的选民意向 同时恐吓未来的当选官员 与此同时 亲共媒体和人士还针对个别候选人开展信息战 意在削弱选民对候选人的支持 报告列举的案例 包括列治文东区的保守党候选人赵锦荣 和温哥华东区的新民主党候选人关慧珍 该报告说 赵锦荣和关慧珍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 可能是导致亲共组织诋毁他们的原因 一篇在微信上发布的匿名文章称 赵锦荣4月份在国会提出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是在压制加拿大华人 事实上 赵锦荣提议的法案 只是要求代表任何外国政府游说的个人和团体 必须注册 这篇文章被转帖在中文网站上 类似的内容被温哥华中文电台 AM1320和加拿大商报等亲共媒体报道 这可能直接影响到选举结果 加拿大商报自2016年以来 得到了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的授权 以刊登其内容 而温哥华中文电台AM1320 拒绝为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死难者的活动投放广告 最新的Nanos民调显示 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率仍处于僵持状态 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1.2% 自由党为30.5% 新民主党为21.4% 人民党6.8% 魁仁政团6.2% 绿党为3.7% 9月16日上午 加拿大华裔参政同盟 在多伦多释迦堡召开新闻发布会 呼吁华裔公民积极参与投票 距离9月20日的加拿大选举只有4天 而华裔的投票率历年来一直偏低 当然这一次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华人一般都认为说 不缺我这一票 华裔参政同盟是一个跨党派团体 其主旨在培养华裔公民意识 鼓励华裔参政参选及积极投票 加拿大华人保守党主席朱伟邦说 你的一票可以发出加拿大华裔的声音 并且提升华裔的整体地位 扩大影响力 加拿大选举局说 由于疫情影响 数亿千计的加拿大人 将无法在即将举行的联邦选举中投票 截至星期二下午6点 邮寄选票的最后期限已经过了 从现在起到选举日之间 被诊断出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将不能投票 因为强制隔离期已经过了选举日 选举局还首次允许 如果选民错过了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 可以在选举日将其邮寄选票送到当地投票站 因此计票工作可能需要两天到五天才能结束 并产生最终结果 不过如果结果足够明确 媒体仍然可以提前宣布获胜者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道 请您点赞和分享 以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继续为您提供重要的大选资讯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